人物设定是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必须牢记的内容 他甚至细化到了这个身在广州的刘家 每天如何坐地铁上下班 租住在何处 在33天的前21天左右 通过聊天或微信朋友圈的方式 这些所有的信息都要慢慢地渗透给受害人 为下一步的作案来进行铺垫 朋友圈 就是那些信息的他会专门给我 就是有时间 每天要发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一些生活照嘛 就每天上下班那些 然后日常去见见神看书什么的 他就是专门请了这种模特 来摆拍的这些一系列的照片 就是让你产生这个 让你觉得这些事情 他发的照片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生活的轨迹 就是说每天都不同的东西 有更新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摆拍的 在骗局进入第21天之后 骗局开始进入推进期 此时 反对嫌疑人突然告诉受害人 身在外国的男友移情别恋 他十分伤心 还配以喝酒的颓废照片 在警方看来 这是嫌疑人一方面为骗局转场到武一山的茶园铺垫 另一方面激起男性网友的同情心与保护欲望 他分手之后他肯定就是通过这个铺垫他才有理由 就是说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想去要去外公外婆的茶园 这个过程虽然只持续一周左右 却是步步为营 卖茶女便推出继母夺产的苦情大戏 为了保住外公外婆留下的祖产 若不禁风的女孩要在几天之内卖出数万的茶叶 为了增加谎言的可信度 采茶 炒茶等作案工具的照片自然不会少 后来到了武一山之后 他就会说到了外公外婆这里 到了外公外婆这里 那他就会拍一些跟外公外婆一起去出去 生活劳作的产品 那个劳作产品它就会出现这个茶园 因为他说这个外公外婆就是在茶园当中住 第28天开始 这个骗局进入高潮 以帮助完成赌约的名义 卖茶女要求受害人购买她的茶叶 无论诈骗是否得逞 达到33天 受害人便会被拉黑 基本上是差不多33天一个节奏 就是说就是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过完之后 假设说受害人 他这个里面微信家的好友 他都没有购买他的产品的话 就是说他诈骗没有成功的话 他基本上会放弃这个人 在采访的过程中 不少犯罪嫌疑人都辩解声称 他们只是做微商 虽然收了受害人的钱 但是呢也寄出了茶叶 并不是诈骗 然而呢 这只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 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虚构出都市白领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 从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 来购买货不对版的茶叶 最终达到非法占领